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明明最近睡觉也都睡得很饱 可是还是觉得很累 去医院抽个血 结果发现肝功能有多正常 好像都找不出什么原因 假以赛 你说这有可能是 肤质过敏 我不知道杨评你有没有印象 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肤质过敏老师从来没有教过 对 没有听过这些事情 因为以前 大家都过敏总是海鲜 或什么比较常见的 但是后来大家这个 可能就是蔡医师的 风生免疫学的这些专业 就慢慢慢慢的知识提高 所以大家就发现很多疑难杂症 以前找不到原因的 其实都是来自于过敏的一个表现 我还记得有一个 在儿科医学里面 有个非常有名的教学案例 就是一个美国一个妈妈 发现她小朋友很难带 很难养 就给她吃东西 她就吃东西很不乖 常常吃一半就聚吃 然后又瘦瘦的 后来妈妈就从儿童肠胃开始看 看完看儿童内分泌科 看看看看 所有医师都没办法诊断 都没办法改善这个问题 后来儿科医师怎么办 她说你去看儿童心理科好了 就是儿童可能是心理 可能是心理的问题 所以她也的确看儿童心理科 看了一段时间 后来这个妈妈就不放弃 就一直去找资料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网络 妈妈就一直搜寻资料 搜寻全美国儿科名医 她就找到了一个 看儿童成长发育不好的一个 那美国很大 这别的州 妈妈就真的跑去那个州去看 所以这个医师就很有耐心 就开始review 她的一些病史治疗过程 后来医生说你先都不要吃药 检查你做那么多也都不要做 我开一个饮食菜单给你 你回去照这个吃看看 会不会改善 结果真的她照那个吃完之后 小孩子就开始胃口变好 吃东西不会说什么拒吃 吃一半就跑掉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后来这个就是肤脂过敏 肤脂过敏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脉类里面 有一个叫glutin 肤 那有些人真的对 刚刚才是有提到 我们过敏表现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皮肤 眼睛 其实我们的黏膜组织 我们消化道里面黏膜组织 它也是一个过敏表现的一个 很容易被影响的器官 所以黏膜组织有病变 你的吸收不好 甚至一些轻微疼痛 小朋友当然就聚吃 大家会有哪些症状 你看比如说刚刚这个便秘腹泻腹脏 这个就大家可以理解的 当你吃得不好 当然就体重减轻 那如果是成人的话 你常常吃不好体重减轻 不仅疲劳 甚至有统计说 连忧郁症的发生 都会跟着变好 还有缺点评 还有忧郁症 在缺点评刚刚讲过 有一些缺点评选 一直找不到原因的 一些疑难杂症 现在是怎么看 慢性疼痛 怎么看都看不好的 大家现在都会想出来 它会不会是一种 过敏性疾病造成的 那肤脂级别是这几年 才被我们慢慢重视的一个 不过有一个 里面有个负重还蛮好 体重减轻 不是不是 它是从来都没有胖过 我以前真的好像 比较少听到肤脂 最近这几年就很常听到 无肤脂的东西 到底哪些东西是含肤脂 哪些东西没有含肤脂 肤脂指的就是 小麦制品里面的蛋白子 所以其实只要是 小麦做出来的成品 就一定含有肤脂 所以举凡像面包 面粉类制品 馒头 饼干 这一类 就一定都有肤脂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我们中国人 传统式的饮食里面 我们有吃过面筋 有啊 面茶 早餐到吃啊 面筋就是面粉 把水洗掉 电味自己洗到后来 剩下那一团 就是蛋白质 就是肤脂 就是gluton 所以面筋制品 就是肤脂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 对肤脂过敏的人的话 那也许这些东西 就完全都必须要避免 那哪些东西是没有肤脂 就是只要没有小麦制品的 其他类食物就没有肤脂 所以鱼肉啊 米饭啊 就都没有问题 所以有一些 对肤脂过敏的人 不能吃面条 他们就必须去找 米粉做的 不是米粉 就是米做的面制品 米干啊之类的 对对对 就是类似那样子的 所以你有过敏的话 稍微看一下这些食物 是 不过大家都知道 运动对身体很好 没错 蔡侍 你说有时候运动 也会诱发过敏啊 怎么回事啊 是 这有一个很特别的名称 我们先讲运动诱发过敏 我们叫做EI-E-LA 就是会造成休克 这个其实也蛮罕见的 也不是真的很常见 但是因为大部分都是 以皮肤来做表现 有些人可能会休克 尤其是支气管的部分 但是有一些病人很特别 他平常运动都不会 像我自己有一个病人 是这样子 他每一次来看诊的时候 其实原本是在看关节痛 有一次来的时候 他跟我说蔡侍师不是 我吃了药物之后 其实关节痛也都改善了 但是最近开始我运动 你跟我讲运动啊 关节炎要运动 结果我是出现皮肤痒 但是以前他运动不会皮肤痒 那一次为什么会特别皮肤痒 就问了一下 他以前在运动前 他不太会吃东西 结果那一次 他吃了一个面包 以后去运动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叫做 食物依赖性的运动 诱发的休克或者是一个过敏反应 哇塞 医学越越复杂 他说就是因为要面包加上运动 两个一起八身他才过敏 是的 尤其这种食物呢 以小麦最常见 有一些像是芹菜也会 另外有一些是甲壳类的 贝壳类的也会 那在这个临床上 我们有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案例 在Case Report有一些病例探讨 他说居然有一个15岁的男性 他在三个月内发生了 三次休克必须要到急诊 那他平常都没有任何的病史 他怎么会突然休克 也是在运动完之后发生休克 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去查了一下 他有没有其他的过敏 后来发现说 他的过敏源里面 当然除了虾蟹以外 还有一个是番茄 番茄 对 然后就问一下那个病人 就说你有吃番茄吗 因为虾蟹大家不会在运动前 特别每一餐都去吃虾蟹 他就说他每一次要运动前 他会吃一个汉堡 里面就有番茄 所以还是要小心 像要改善过敏 我们都会到中医去调身体吗 像夏天最适合贴的是三福贴 三福贴 因为三福贴 其实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疗法 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上说 那个过敏找不到原因 就是归类为体脂 所以有体脂 体脂那些问题 其实这个在病史 在询问上都可以有机可循 因为很多小朋友 从小吹冷气喝冷饮 体脂已经变虚寒 所以常常会冬夏 都一直在过敏状况 我们就选夏天 氧气最旺大概是 六月到八月的时候 我们大概每隔七天到十天 贴一次三福贴 所用的药物有前面这四位 像白戒指干碎 细心都是大热的药物 然后这些把它打成粉 用姜汁调合成药柄 我们从电视墙可以看到 贴在哪些穴位 贴在我们哪些穴位 贴在定喘 封门 废疏 这些上半部 就是我们肺部的一个反射区 其实这个穴位贴 大概每次贴四到五个小时 一年贴三次 连续三年贴下来 2016有一个 统合分析的文献显示出 它把病人分成两组 就是有贴和没贴 没贴加吃药 有贴加吃药 发现说有贴加吃药 那一组哮喘的病人 他的肺活量大大上升 然后哮喘的几率下降 所以连续做三年 有它的效果 不过这个要注意 因为这个药物很热 很容易灼伤 所以说如果你皮肤过敏的人 可能要先告知医师 那我们会加一些保护的措施 因为我贴过一只三浮帖 我就被三浮帖弄得大过敏 我本来弄三浮帖 是要抑郁房过敏的 又被三浮帖搞一个 全身大超级大过敏 所以这个药物 其实我们会选择适合的药物 然后第二个这个穴位 我们其实不见得 用三浮帖这么热的药物 我们会选择渗透性 比较高的一些精油 比较温热的药物 然后加温灸 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OK 大家知道过敏的时候 要吃这个药物叫做抗煮脂肪 可是抗煮脂肪 有的人喝完又会昏昏欲睡 所以有的人就不喜欢吃这个药 所以广告之后就教你做一道料理 里面含有天然的抗煮脂肪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姜牧运医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 这样子就可以随时接收到 我们最新影片的讯息哦 另外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 对你的健康有帮忙的话 请帮我们按一下影片下方的 超级感谢的按钮哦 表达对我们的支持及肯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